一对住在台中 两位都是在警戒服务 那老公姓李先生 这个老婆是姓胡小姐 2008年他们结婚 那这个胡小姐指控他老公 痴狂于路跑 那8年多来参加108场路跑 连女方生病都被一个人丢在医院 男方跑去参加路跑 所以呢他提出离婚 然后一审二审都被判决 两个人要离婚 那可以再上诉 那根据这个胡小姐的说法说 结婚才两年 有一天他疾病发高烧 先生把他送去医院 就回家准备隔天的台中港路跑 直到活动结束以后 才到医院接他回家 好 这样子 来来来来 我先请教一下黄医师 如果老公这样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 就是一定要离婚的 这样就要离了 没有说这样 这样叫做很离谱 对 因为你看他 这个8年来跑了108场路跑 那平均一年就要12到14场 也就是说一个月就要有一场 一个月有四个礼拜 对 可是他跑的是马拉松 不是说我们随便说 证大哥我们两个去跑马拉松 那我们会跑死在路上 他们这个是要训练的 对 所以表示说他平日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训练 好像是我明明已经在医院安胎了 可是我前夫就是说还跟我说 要去打高尔夫球 跑到泰国去 你马上就进主题了 对 我就会觉得 因为你问我说 那你们男生觉得说 这个很轻松愉快的事情 女生怎么会不能接受 你不能在人家发生 重大危难的时候 弃之不顾 那就失去了夫妻的意义 女生那时候的感受 是不是很强烈 心很冷 切心 就是觉得说一般的朋友 都不会对我这样 那为什么自己的老公 是要牵手 就是所谓古书上的良人 良人竟然还对我这样 讲个男生的观点 就是说我太太 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本来已经有计划 例如说要去打高尔夫球了 跟朋友都约好了 那朋友当然 大家都是感情很好 缺一不可 好像你不来 就背弃了这些朋友一样 然后太太也在这时候生病了 那我就要去思考 怎么办平衡这件事 那我脑袋里想的很简单 我如果有办法把你送到医院 医院都会把你处理得很好 照顾你 然后你就跑去打球 其实我再没有任何用处 我一直以为 那专业的都在照顾你 所以我平衡的状况下就是 我会努力把你送到医院 让你在那里好好地康复 然后我就去找我的朋友 或许迟到一下 但大家还是可以完成这个球赛 感觉两边都平衡了 结果没有 回来以后就像黄医师一样 其实他会觉得 好像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对那当然到后面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那一次太太是得什么病 因为要送医院表示应该不是 对因为我太太她 在处理家事上比较劳累 小孩比较小 所以她有时候会晕眩 那晕眩这种就是很突然之间发生的 没有理由 而且一晕眩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是可能整个就瘫在那里了 对那我只是 因为我不是他 我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病 所以我想法上面就很简单 反正你只要到医院去 就一切正常了嘛 那你有跟他说吗 说我送你到医院 然后有人照顾你 我就去打球 当然有啊 可是他不接受啊 他不是不接受啦 他当然心里知道 我一定会做这样子的选择 他心里知道你一定会啊 因为我平常就不是做 对所以 但是他是很难过的 因为事后他是有告诉我 就是说可能后面 大家有发生其他不愉快争执 他就会举出说 你看过去你也是这样子对我 所以我一直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打球的时候 会不会挂亲太太 说真的不会 就神经很大条 你就想的很简单 太太在医院里很 有人照顾 有人照顾有问题 他如果真的不行 他会打电话跟我讲 所以我就继续打我的球 应该也听不到吧 打电话啦 会啦会啦会啦 没有最主要是那个时候 其实因为男生平常都没有照顾太太的习惯 所以变成是说 他心里会觉得说 我真的如果今天留下来那边 我可能分分秒秒 其实都很难受 对对对对 就是他也很想 因为他觉得他处理不来这件事情 那你打完球回来太太有没有给脸色看 当然有啊 太太所谓给脸色看就是一直沉默没有沟通嘛 就是像冷战一样 他也不会去积极表现他的情绪 因为毕竟他是身体不舒服 但是他就是好像跟你就很陌生 你知道后来就是大概在去年 我太太有再去开刀 就是跟那个子宫有关的那个病 那必须要住院大概四到五天 而且全部在上班时间 那说真的对我过去来讲 我铁定是会告诉他 请你爸妈来雇啊 什么我工作很忙 我也没办法离开我的工作 要开庭 对有很多事情得处理 所以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真的已经比较清楚 这个如果我再这样做下去的话 那真的有一天跟他的老师讲 应该就离婚了 因为我在不在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我还是选择就是 一直留在医院里面 那就真的也就待了五天 包括睡觉也睡在那边 然后自己就带个笔电 在那边工作 那的确那五天说真的 我能够协助太太的也是很有限 很有限 可是真的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安全感 他会觉得有一个人是他随时需要呼救 就马上可以支持 所以经过了那段时间 我才就是比较恍然大悟说 其实我不一定要在旁边有什么功能 我只要在其实就有很大的帮助 你有成长了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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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哈哈哈